近来与新一代宅男女神狗云慧在TVB剧《飞虎2》和电影《中口味》中有密切合作的梁列维 从一贯被人忽略的小角色一跃登上八卦周刊封面 背指她立追狗姑娘而延误与相恋11年的女友提娜的分期 一号维维出席活动时笑颜维闻令她多了不少关注 但也澄清与狗姑娘只是单纯兄妹情 关于我跟狗姑娘的问题我相信也不用再讲太多了 因为我跟她是亲美她是我妹妹我是她哥哥我们是松美 就是没有任何的感情的问题的 其实也不会给一个时间去规范之子 但是希望先把工作做好之后才去做一个最难玩的分离 维维等待时机成熟当新郎 而同场已婚多时的吕慧姨则进入了另一个苦恼阶段 透露日前被婆婆催促传宗接待之事 老公也时常借机提醒她 然后我老公昨天晚上因为她在哄我嘛 所以故意说一点别的 就是问我你什么时候要替我生孩子啊这样子 我说啊你怎么问这个我都不能够说不能啊 然后她说也是啊那你什么时候要生啊 我说等大家都有空的时候才考虑一下 你觉得有打算要生几个吗 其实没有关系生几个 因为我觉得现在一定不是一个的 多子多孙多福气 牺牲一下嫩模身材也值得啦 东新娱乐整理报道 东新娱乐整理报道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